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外交部長還有衛務部次長 來 部長 何次長 江委員長 部長還有次長長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 我就過去啦 過去其實我們每一屆每一年幾乎都有來邀請各部會來做這一個專案報告 那甚至在以前曾經有邀國安會陸委會 其他不只你們兩個部會而已 其他相關單位甚至內政部的移民署等等 好多的單位都有來 那我就給你看一下人家之前的報告是怎麼做的 這個是2011年他們來本委員會做的報告 他們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簡報 從整個會議的開始到大會相關的活動 然後酒會的狀況 期間重要的活動 最重要的 他把他的抗議性全部都公開 當初是怎麼樣把這個抗議性給陳馮附贈的法律顧問 抗議性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抗議性裡面的內容其實都很清楚的寫到了 比如說當那一年 那一年其實大家最在意的就是WHO的內部文件 所以那一年的抗議其實我們講的 我們的政府對這一個內部文件表達強烈的抗議 對於內部文件完全無法接受 而且我國以WHO2009年 換涵效力應該超越WHO該份內部文件 第四點 我們對WHO對我們的稱呼 認為應該符合WHO的實踐 所以這個是那時候參與的時候 他們回來報告的一個內容 也把這個抗議性公開給大家知道 我們今天我們沒有看到 你的報告裡面也沒有提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然後雙邊會台跟哪些國家 然後中外記者會 還有相關的那些技術性的會議 都有回來做報告 再看下一個 那我要講的是 今天為什麼我說 衛福部的官員 你根本不負責任 你那一天在衛環委員會的報告 也沒有這一些啊 我今天去看了啊 你今天來這邊的這一份報告 跟你禮拜一載衛環的一模一樣嘛 市長 所以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你給我這兩份報告 外交部 衛福部 人家以前報告做得到 你今年為什麼做不到 更何況你今年爭議性那麼大耶 所以為什麼本席提程序發言 因為你實際參與的人 根本你不來備詢嘛 我想問那一封抗議性在哪裡 能不能拿給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100年的 2011年的可以拿出來 你今年的不拿出來 對不對 這是讓我們感到不解的地方嘛 國會今天就是要監督啊 難道這個我們不能看嗎 有秘密到這種地步嗎 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們這樣看 你知道嗎 最後美國出來講一句話 我們看最後一個power point 開了中外記者會 所以美國出來講一句話 美國的衛生部長直接喔 他在WHO的國際記者會講什麼 他說 沒有任何一個聯合國的機構 有權單方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這句話是這樣爭取來的 是這樣爭取來的 不是今天才這樣子的 是那一年的WHO大會的國際記者會上面 美國的衛生部長直接出來講的 沒有任何一個 這個聯合國的機構 可以單方面決定台灣的地位喔 台灣地位 在國際上被這樣講 是因為這一次耶 那我們今年呢 我請問你抗議系在哪裡 你抗議的嗎 能不能拿出來 你的中外記者會開了沒 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不講 我想這個東西本來沒有藍綠 是對的 但是不應該隱瞞 也不應該不講 也不應該是因為不同政府的執政 而不跟我們國內的人民 還有國會 來報告整個的過程 這是本期一開始提程序會議不滿的地方 因為這兩份報告 照我看來完全不及格 根本就是不及格 所以今天排這樣子的專案報告 你覺得有用嗎 這不是證明外界我們在放水嗎 對不對 我要請教一下兩位首長 你們在信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有比2011年那次還要強烈嗎 有嗎 我想兩次的信的這個主旨啊 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是我們對於這個2758 所設立的所謂的一中框架 表達我們強烈的不滿 強烈的抗議 我想兩封信的這個實質的精神呢 是一致的 所以部長你的意思說 今年遞交給他的這一封抗議信 跟之前的都一樣 那如果都一樣 我可不可以把那一 我現在秀出來這一封拿出來印給大家說 今年交的就是這一封 當然文字不完全一樣 所以剛才我用說精神是一樣 精神是一樣 所以就我剛剛所提到的那十大項 內容當然不可能完全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地方可不可以請部長說明一下 我想當然今年他特別又點出2758 我們認為是完全沒有這個重要 所以在信裡面有提2758 給他的抗議信當中 因為他給我們的邀請函是這樣子寫的 所以我們也特別指出這一點 我們認為我們是專業的 那本席在這邊具體要求 請兩個部會 把這一封信一個禮拜內公開 我想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內容的實質內容 如果說內容跟之前大同小異 只是插在說一些具體的形容上面 實質內容我們可以給委員參考 但是全信的公開呢 我們還是有所保留 因為我們認為 是因為涉及到一些 涉及到跟WHA的秘書處之間的一些 意見的一個交換 那為什麼以前可以公開 以前公開為什麼 那時候我2011年我不在 你不知道 那我們的衛福部咧 衛福部之前有參與的啊 2011年的時候有沒有參與 有 有參與嘛 為什麼那一年可以公開 今年不能公開 我可不可以請教委員 其實我們有很多版本的PowerPoint 這個是 這個是當年在立法院報告 這是公報 立法院的公報 大家都可以去查 這是一個publish的 公開的資料 委員會記錄 我跟委員表達是說 我們其實也有準備 類似這樣的一個PowerPoint 像比如說今天在行政院會報告的 那去行政院報告結果 不來立法院報告 這就有剛剛講的 你看 藐視我們到這種地步 你可以拿一個完整的報告到行政院去報告 只有到立法院部來報告 主席 這就是本席擔心的啦 你看發生了吧 你拿一個完整的PowerPoint 到行政院去 院會去報告 結果 我們在外交委員會 拜託你部長來報告 到現在還沒有來 現在幾點了 10點18分 請問行政院會開完了沒 請問行政院的報告 是這樣報告了沒 為什麼現在部長還沒有來 為什麼現在部長還沒有來 我可不可以要求現在會議暫停 我們等部長過來 請他把那一份報告拿來本委員會報告 主席可以嗎 主席可以嗎 會議繼續吧 你還有時間 請繼續勳答 可以嗎 我們請同仁馬上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擺明的就是放水啊 行政院這個報告 你為什麼不把您就是呼嚨我們嘛 你剛剛講的喔 在行政院院會的報告 是一份完整的報告 結果到立法院來 是一個 我不曉得這幾個配局的報告 封面不算 封面你還寫1喔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報告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中文字形式 另外一個就是類似口頭準備PowerPoint的 好 市長你剛剛講的對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希望你們派 能夠講清楚的人來 能夠回答清楚的人來 更何況你剛才也沒有起來口頭報告 你報告幾分鐘 我沒有計算時間 你是不是把這個念一遍嘛 抱歉剛才我可能不知道 也不一定是全部念一遍 我還有參考其他 但我意思說你有沒有去參加 沒有 對 你沒有去參加 所以實際情況你也不了解 你也不清楚 好 那我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我也說啦 我們讓部長到院會去報告 報告完 馬上過來本委員報告 結果到現在都沒有來 我在這邊嚴重的譴責這個部長 你根本藐視我們 你也打了林全一巴掌 林全講說 我們樂於接受立法院的監督 我們也願意跟立法院來溝通 結果現在你的部長打你一巴掌 這樣子的部長要不要下台 要不要 他如果請你過來報告 他如果請你過來報告 你起碼也拿一份 完整的報告過來 跟他一樣的 來我們這個委員會報告 我想行政立法 是一樣重要的 我們也沒有因為這樣說 堅持就要求你 部長不可以是行政院會報告 OK啊 我們妥協啊 可是現在過了一個半小時了 九點到現在已經快一個半小時了 我們沒有看到部長的聲音 是不是等候我們散會以後他才要來 我想請教一下主席 這個問題我們怎麼處理 現在到底部長要不要過來 他幾點過來 我剛剛在會議之前的程序發言 我已經要求要處理說他幾點要過來的問題 我們沒有處理 所以現在部長可以這樣不理 他就不來了 如果當初我們有決定說 部長10點要來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決定 可是當初沒有決定 部長幾點要來 這個質詢我沒有辦法質詢下去 沒有辦法質詢下去 我在這邊表達強烈的抗議 因為我看到第七屆的委員 是這樣被尊重的 好 謝謝 結果我們第九屆的委員 是這樣子被 被忽略 甚至不甩你 可以傲慢到這種地步嗎 我想執政黨的委員 你們應該也要想一想 如果你們的部長是這樣對待你們 把你們當成只是一個橡皮圖章的話 這樣不太好了 好 謝謝 再一次強調 請部長趕快過來 我是為後面要質詢的委員著想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定語會非常謝謝 再來我們請王定語委員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